菲律宾跟中国在南海的冲突越演越烈 那么昨天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时声明就指出 面对北京的动和菲律宾不会保持沉默 那么中国外交部也反驳菲律宾的受害者说 是谁在南海问题上反复的挑衅滋事 是谁在违背双方的共识和自身的承诺 是谁在自导自演渲染紧张 是谁在拉拢域外势力插手介入 中国外交部长助理华春莹26号在个人X账号批评 菲律宾记者不当剪辑南海冲突的影片 这也惹火了菲律宾外国记者协会 怒批中国在侮辱操守 那么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回应 是菲律宾一直在姿势挑衅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尽好新闻 这俩期间应该时间对付队 所以我们够众所乱与不得的